爱情不容易 别等到人走了才开门 朋友平安 让我们陪你读圣经 一天一章生命发光 今天来读雅歌第五章 爱情不是只有甜蜜的时刻 两个人相处 难免会产生一些波折 别看雅歌中的这对恋人 总是甜言蜜语说不完 其实他们也不例外 当情绪一来 也会有人被关在家门外哦 让我们一起来读雅歌第五章 雅歌第五章 我妹子 我心腹 我进了我的园中 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 吃了我的秘房和蜂蜜 喝了我的酒和奶 我的朋友们请吃 我所亲爱的请喝 且多多地喝 我身睡卧 我心却醒 这是我良人的声音 他敲门说 我的妹子 我的家偶 我的鸽子 我的完全人 求你给我开门 引我的头满了露水 我的头发被耶路低湿 我回答说 我脱了衣裳 怎能再穿上呢 我洗了脚 怎能再玷污呢 我的良人 从门孔里 伸进手来 我便因他动了心 我起来 要给我良人开门 我的两手 低下墨药 我的指头 有墨药枝 低在门栓上 我给我的良人 开了门 我的良人 却已转身走了 他说话的时候 我神不守舍 我寻找他 静寻不见 我呼叫他 他却不回答 城中巡逻 看守的人 遇见我 打了我 伤了我 看守城墙的人 夺去我的披肩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我嘱咐你们 若遇见我的良人 要告诉他 我因私爱成病 你这女子中 极美丽的 你的良人 比别人的良人 有何强处 你的良人 比别人的良人 有何强处 你就这样嘱咐我们 我的良人 白而且红 超乎万人之上 他的头像 至今的金子 他的头发 厚密垒垂 黑如乌鸦 他的眼 如溪水旁的鸽子眼 用奶洗净 安得合适 他的两腮 如香花旗 如香草苔 他的嘴唇 像百合花 且滴下墨药枝 他的两手 好像金管 镶嵌水仓玉 他的身体 如同雕刻的象牙 周围镶嵌蓝宝石 他的腿 好像白玉石柱 安在金金座上 他的形状 如里巴嫩 且加美如香薄树 他的口 极其甘甜 他全然可爱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 这是我的良人 这是我的朋友 男孩在门外 希望女孩 为他开门 但女孩 似乎还在 为某件事情 闹别扭 拒绝让男孩进门 当他终于 心软下来 打开门的时候 却发现男孩 早已离开 亲爱的朋友 情人之间 偶尔有不愉快 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本来就都很独特 这需要包容 也需要磨合 这些过程 也都是爱的一部分 让我们彼此鼓励 总是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再加上快快地道歉 也快快地原谅 相信你们的感情 一定会越来越坚固 也会每一天 都更爱对方 我们亲爱的歌 亲爱的爵叔 求你用爱充满我 使我能用爱 包容我所爱的人 能快快地道歉 快快地原谅 让这段关系 更加坚固 祷告奉耶稣基督 的圣明祈求 阿们 祝福你 在感情关系里 能够享受到 爱的甜蜜 陪你独圣基因 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